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解决吃的问题 那个师弟真的是天天来找我 慧床 对 慧床 他已经终于我们 在遥远的地方 终于又碰面了 他终于有一个人 可以听他说话了 他以前一个人在那边 他应该也是挺无聊的 很久了 没有故知 终于遇到故知 然后他就说他要带我去见他姐姐 因为他已经跟那家人处得很好 就是他也跟着他们一样 混熟的 对 把那个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老爸爸 介绍成阿爸罗伦 然后就是他任何干爹嘛 然后他姐姐 然后他就带我去他们 他姐姐那边 认识 所以就牵他们这边吃饭 我刚才前面讲过 我马曲呢就是只有一条街 对 一条街 然后他姐姐呢就是住在马曲头 对 这个方向 然后我自己也住了吉祥饭店呢 在马曲中段 中间 对 然后加拿摩契的那个藏族中学呢 在马曲的尾巴 尾巴 对 然后呢 所以我们就到他们家去认识吃饭 那个姐姐真的是 她是在家人 但她真的是过得像一个比丘尼的生活 也不是说比丘尼 就是说像一个闭关人的生活 嗯 她之前是蛮爱美的爱漂亮 然后她也经营一个服饰店 但是后来就关了 关了 他真的是非常的用功修行 不输给一个出家人的精进程度 在家居士也很精进 对对对对 然后什么五家行 他年六四大名奏就念完两个义 两义 自己念完了就念完两义 然后什么贡曼达 贡完十万遍 然后大礼拜一天一千遍 一千拜 好像拜了有十来年吧 应该完成五个十万大礼拜 哇 反正就 然后每天要 精进就是 她从早上醒来到晚上睡觉之前 反正天天除了照顾孩子 孩子也不是什么照顾啦 有空的时间都在休息 对对对对对 真的是一个很 算是蛮清晰的 精进的帅家居士 对 然后所以我就去她那边 吃饭完了之后呢 也挺聊的来的 是 然后后来 两家母亲就说 那好吧 那你就以后天天去他们家吃饭好了 哈哈 然后 因为他真的也是 没有什么事了 是 就是除了 照顾孩子 然后煮饭 吃饭 对 他休息嘛 反正他一个人 因为他先生是 开车的司机 是 然后那个马曲有一个矿 金矿 然后他们就是用轮班了 可能三天 才要轮休的这一种 所以他有可能会几天不着家那样子 然后所以呢我就会 中餐跟晚餐 都要在他们家解决 然后早上呢 我自己早上起来就对付一下 就是 买个饼啊 然后泡那个牛奶 或者什么样子 简单 我房间里面不能生活 但是可以买一个 那个小的那种电炉 就是 学生 在宿舍 不能起明火 你们就会买那个 电汤匙嘛 类似那种东西 以前 煮个泡面啊 那个牛奶啊 对对 我那个 一个冬杯啊 就放进去就滚水就好了 就这样子热一下就可以吃的那种 然后 所以早上我自己解决 然后解决完了之后 我自己看一下书 然后 因为那个天气太冷了 所以我一般早上起的 不会很早 看天气啦 尤其在西藏如果 冬天的话 天亮的很晚 天亮晚 八点多才会一天亮 因为他们是共用一个时区嘛 背景时间 但毕竟他们维度是有差别的 而且精度是有差别的 是 然后 后来 到了大概十点左右 然后我就走路 要走到马曲头去吃饭 对 大概要走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 然后到他们家 就是跟他聊一下天啊 然后就吃个饭啊 中餐 中餐嘛 然后 顺便在那边看一会儿书啊 嗯 然后 等到 大概下午两点多 三点左右 嗯 然后我要从马曲头 走到马曲尾 要去见朗家事工 对 这个要半个小时 走路 对 然后见完朗家事工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事工也没有怎么给我传法 后来他终于讲了一个课 就是 尼玛派的这个大约满前行引导文 普及上演教论 真的很感谢就是 这是我第一步 可以用 藏文 藏语 听得懂的法 嗯 因为在 在之前几个月 就是我还没有出国之前 还没有去西藏之前 我不是说我在庙秤 对 第一期的闭关人 一起闭了 大概有一百天左右的 关 上次就是给他们上这个大约满前行引导文 对 然后大约满前行他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 我也在上词这边 用中文听了一边 修一些概念 对 然后也有翻译的东西 然后呢 到施工那边的时候 他用藏文在讲一遍的时候 你更了解了 我就可以用中藏对照 我就已经有印象了 然后我就可以慢慢猜得出来 他在讲什么 所以那个是我第一步 可以真的用藏语 听得懂的法 很难得 很珍惜这个音乐 然后大概也上了我两个月 所以我们天天就必须要这样子走路 然后 然后等到施工上完课 三点上到四点 多还是五点吧 然后有时候大家问一下问题 然后求法什么之后的 然后我要走回去 一天上 一次上两个小时 一次上两个小时 呃 时间不一定 看施工他的 就是到两点吃完饭 然后就到 朗家仁波姐那边上课 对对对 他大概从三点左右 他也上 但我们提醒要到 对对这样两个月 他上课大概上了两个月左右 但是这个行程不是两个月 那半年都是这样子 如果没有上课 我也天天要去报到的 就是在施工那边也要去报到的 了解了解 断断续续的 然后要走回来睡觉 所以我每天 固定的时间 去吃饭15分钟 回来半个小时 去那边半个小时 再回来又半个小时 再回来睡觉15分钟 就每天要走两个小时的路 哇 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什么 计程车什么都没有 交通工具也没有 最怕的不是白天 最怕的不是夏天 夏天 夏天还有 冬天 就是会下雪 然后会刮那个叫 沙尘暴 我以前真的不知道什么叫沙尘暴 但是在西上真的有沙尘暴 是 什么样 会变怎样 就是整个脸都会黄的 黄的 就是整片都是 你好像在风沙当中 一片 不是路茫茫 是黄茫茫的一片 沙 你是走一走 会走到别的街道去吗 没有别的街道 就只有那条街 一条道走到黑 但是很难行走 对 因为风很大 然后会风沙刮得很大 我要下雪了 下雪是地会很滑 如果没下雪 我大概正常 刚才那个15分钟 半个小时是正常路程 就知道了 对 如果是下雪天的话会更慢 要一个小时 也没有到一个小时 但是会更慢 因为你怕滑倒 走路就真真真真真 对 买了再高级的鞋 防雨 防滑的什么都没有 完全没有用 完全没有用 我一切就是靠技术 再防滑的也防不住 该滑的还是会滑 甚至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 因为很定点 很定时 所以冬天是个考验 对你来讲 对 然后 我就是雷打不动 三点一线 三点嘛 这样这样这样 三点一线 每天这样走 所以以至于 旁边的那些商家 我记得很清楚 都认识了 我不认识他们 他认识 但是他们都认识我 三点怎么还没到 他们有一个 就是我住的那个姐姐 他先生 的 姐姐 应该叫什么 他先生的姐姐 应该叫 我不知道 反正是姐姐嘛 他们在旁边一个商家 当那个waiter 就是 前台的 服务人员 对前台的 他每天只要看我 从这边过去 就知道几点钟到了 不用买表 然后几点钟又回来 就知道几点钟到了 这样 好规律 对对对 哦那个 准备下班了 因为他过去了 哎怎么还没来 老板说要跪下班 基本上 只要看到我 人走过去 就知道 好规律的生活 对对对 就这样子大概 但冬天是个考验 上课是大概 真的只有上了两个月左右 嗯 然后后面 但是我还是天天会去报道 就没事也去施工那边 然后就是 问问题也好啦 或者 有时候就是没问题也想出问题再问 然后 真的没问题的话就坐在那边念经 他念他的 我念我的 然后他念著我念著 然后等到时间到了 然后说 师公我要走了 拜拜 然后他就走这样 然后有时候有一些人来 如果有 因为师公他在那边也很有名 他早上是不见客的 他早上自己要修行 嗯 他已经退休了啦 他那个年纪很大 已经从那个葬中退休了 嗯 但是他大概过了中午以后 就是中午到傍晚 下午这个时间段 如果有一些人 葬名啊 要补卦呀 要问问题呀 或者说有人要请法呀 等等之类的话 他那个下午那个时段会接客 对 见客 然后我也就在那个时段 如果有人来 然后我们就 其实我是 讲课的时间就短嘛 对 跟他接触的时间 如果他在上课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 噢 不会见客 对对啦 如果没有讲课的时候 就会用见客 对啦 但是我就还是必须要雷打不动的去 嗯 然后另外那边 我吃饭的地方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家有一个坐机 嗯 就是电话 我没有手机 我自己住的地方也没有电话 嗯 就他们家有 是 然后呢 那个台湾的 我有一个 在之前 一块跟我们互关的一个居士 他呢 很关心我的状况 就尤其是特别关心我在西藏的状况 我之前前几集好像有讲过 就是我妈 后来 第二次要送我去西藏的时候 我妈跟一个卢爪妈 我这个学藏我的老师 哭到 哭到 还有另外一个居士就是他 对 他们几个人 一块不是那个 这个很关心你 有两个人 对 有两个人哭到那个 陪同的 眼花的 对 两个女的 一个是我妈 另外一个是师姐 然后他很关心我的状况 所以基本上 天天打电话 打到那个坐机 就是他们 因为只有他们家 我是打不过去的 打到那个 吃饭的那个 对 他们家 我姐姐 我算是慧床的干节 干节的 对 他们家 我们是打不出去的 对 但他们打得进来 所以基本上呢 就要约 明天几点钟 你要到那个电话旁边 我要打给你 然后我就明天那个时间点到 我就要到 要赶过去 对对对 冬天是考验喔 会不会 其实 每一个季节有每一个季节的考验 故事喔 对对对 每一个季节有每一个季节的故事 然后 在那个地方呢 我就有时候讲电话 如果 比方说 两家事工他那天刚好有事情 出门 对 就是出门是说 比方说他有应酬啊 对对对 有事情 那我就不用去了 因为去人见不到他嘛 他们是关起来的 这样的话我整天就会待在那个姐姐家 因为中午吃完饭 没地方去就继续做 做到晚上嘛 对对 然后那个 台湾电话打来了 然后就开始讲讲讲讲讲 那你就约级几点下午吗 没有一般从早上就开始 哦哦 大概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开始 他会打来 对对对 然后 他有一个小朋友 我刚刚有讲过 他有个那个 那个姐姐他有个小孩子 对对对 那时候读小学 他小朋友最常问的事情 就是说 放学回来的时候说 蛤 就是呢 那个孩子他中午回家吃饭 看到我在讲电话 对你印象深刻 等到吃完饭呢 还在讲电话 没有 当然还在讲 可是重点是 他从下午放学回家了 我还在讲 对 我还没有停下来 对 真的讲那么久吗 真的讲那么久 他们家电话永远占线 这么关心 真的 他们家电话永远占线 然后 我偶尔还会帮那个 那个小朋友现在也记得 我们也还是有在联系 他对你的印象就是打电话 借电话 没有 还不止 因为我那个时候还要 我以前学校的功课挺好的 是是是 然后那个孩子真的是 你会辅导他 对对对对 我还要课后当tutor 你看好精彩 我还要教他语文 教他数学 哇哇 很好 康复我们今天 原来还可以当 出家人还可以当tutor 哇 很多精彩的故事 我们今天见到这边 下次再继续听 康复更精彩的分享